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8号晚在四川省成都市隆重开幕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夜幕下 东安湖体育公园主体育场滑灯璀 流光溢彩 开幕式开始前 来自成都的高校大学生 线上充满活力的文艺表演 把现场气氛烘托得十分热烈 十九时五十八分 在和平命运共同体的乐群声中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 待遇主席爱德的步入主席台 向观众挥手致意 场地中央 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太阳神鸟临动旋转 焰火在空中绽放出倒计时数字 在一片欢呼声中 绚丽领花绽放夜空 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伴随大梁山孩子们演唱 国旗国旗真美丽 和五十六个民族青年合唱 歌唱祖国的歌声 八名遗仗兵迈着坚定的步伐 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 金家库在ATHY 法制 вроде坚定的反另的 梁山ativos健碍我 邺功 sat地护卫着足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旗 крoman一殲 GAME汤 湖画席黄鹉民共和国旗 全体起立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 迎风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时零七分 运动员入场式开始 来自一百一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沿着鼠锦图案铺就的锦绣之路相继入场 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入场 习近平起身挥手致意 全场一片欢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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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时十六分 开幕式迎来激动人心的一刻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 二十一时四十分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场地中央太阳神鸟图案的圣火盘缓缓升起 庞天元叶光复等三十一名火炬手高情火炬 奔跑至圣火盘前点燃太阳神鸟图 大运圣火熊熊燃烧 传递出全世界大学生如阳光般灿烂的美好祝愿 把世界照亮听见生命的歌唱 把未来照亮眺望美丽的远方 青年大学生们在圣火下欢聚 共同演唱开幕式主题曲《成就梦想》 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8号晚隆重开幕 这是中国第三次主办这一盛会 昨夜的成都烟花璀璨 精彩分成 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沉静其中 全程感受 当晚 记者被安排在看台的第二舞区 正对着运动员进场的方向 可以清楚看到运动员进场的全过程 主办方为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 都安排了一个大运吉祥舞熊猫荣宝 荣宝蹦跳着伴随大运会剑儿们一同进场 这样的安排很有四川味 中国 香港 澳湯 香港 中华 台北 在代表队入场时 现场观众不约而同 给中国香港代表队 中国澳门代表队 和中国台北代表队热烈的掌声 当然 现场最热烈 最为持久的欢呼声 出现在中国代表队压轴进场的时候 中国大学生健儿们 全部手持国旗入场 现场满满全是中国红 入场室之后 紧接着上演的是文艺表演《青春追梦》 三个章节的内容 尽显大学生的青春与活力 而点火仪式的悬念 也很快揭晓 最终是由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 川级航天员夜光复领衔的 31名火炬手 一起点燃了本届大运会的主火炬 卡姆士全程约100分钟 焰火燃放 总时长也时100秒 简约隆重 热力四射 给到场的全球大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现场媒体区记者也碰巧遇到了一位 首次来到大陆的台湾同行 当晚他拍摄了几百张照片 他说 开幕式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 尤其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时 在场同胞的热情欢呼让他十分感动 我们接着来关注台风杜苏瑞的相关情况 据中央气象台7月29号上午8时发布的信息 昨日台风杜苏瑞以强台风级登陆福建近江 给我国华东地区带来了强风雨天气 气象监测显示 过去一天福建东部和北部 浙江东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 福建泉州 莆田 福州 宁德 厦门 浙江宁波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福建莆田局地降水量最高达664毫米 福建莆田 福州三个国家气象观测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 福建省气象台今天7时已将台风杜苏瑞台风预警降为4级 但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一级 今天上午5时 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暴雨一级应急响应 为做好暴雨防范工作 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在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中 倡议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确保安全 并请市民密切关注预警信息 实时了解暴雨的最新情况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日本防卫省28号发布了2023年度防卫白皮书 其内容炒作中国军事威胁 称将进一步提高自身防卫预算 强化防卫力量 白皮书内容依然渲染台海紧张局势 7月28号 拜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相关议题作出回应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肆意抹黑中方正常的国防发展建设和海空军事活动 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制造地区局势紧张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国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正当合理 同有关国家开展联合巡航等军事合作 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毛宁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联岸之间所谓的军事平衡 完全是个伪命题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 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 游应谨言慎行 反攻自行 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历史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近年日方不断增加防卫预算 修改防卫政策 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 以及引发外界对其是否还坚持 和平发展道路的强烈担忧 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尊重周边邻国的 安全关切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停止渲染周边安全威胁 为自身强军阔武寻找借口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 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据台湾媒体28号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27号晚 通过2024财政年国防授权法案 呼吁美国和台湾地区进行军事合作 为台军制定全面的培训 咨询与制度性能力建设计划 并进行所谓军事网络安全合作 台媒报道称 美国参议院27号晚 以86票赞成 11票反对 通过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给美国国防部提供总额达 8860亿美元预算 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随后发声明称 上述法案包括授权太平洋威慑倡议 与欧洲威慑倡议的全部预算编列 建立印太作战倡议 同时为台军制定全面的培训咨询 与制度性能力建设计划 此外 法案呼吁美国和台湾地区 进行所谓军事网络安全合作 还要求美国国防部长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 与国家情报总监 递交一份全面分析大陆对台湾 所谓持续军事封锁的风险与影响报告 台湾媒体称 美国众议院于15号通过众议版国防授权法案 由于参众两院版本不同 需通过协商取得最后版本 再交由两院重新各自表决通过 才会递交美国总统签署生效 对于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国防预算法案 有岛内网友表示 都还是以美国的利益最大化为考量 目前台湾就是个任人使唤冲锋的棋子 等美国目的达到了 台湾就是可抛弃的棋子 有网友认为 美国整天想骗钱 想引起其他地区战争 满口仁义道德 私下偷鸡摸狗 尽干些坏事 垃圾的国家 还有人称 美国又想到新的赚钱套路 接下来看蔡英文配合了 据报道 美国众议院前不久 通过2024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包括加快对台提供不对称武器 邀请台参加环泰军演等内容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大小 7月27号对此表示 美方在817公报州明确承认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明确承诺不寻求执行 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 逐步减少对台军售 直至问题最终解决 然而美方一再背弃承诺 长期频繁实施对台军售 加强与中国台湾地区军事联系 这些恶务行径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安全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带来重大战略风险 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坚决反对 唐格菲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绝不容许任何外来干涉 台湾的安全 取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任何鼓吹加强美台军事联系 对台军售的言行 只会推高台海紧张形势和冲突对抗风险 本质是在害台毁台 台湾民众党将于8月6号举行党庆活动 原本传出党主席柯文哲打算拍卖 其在台北市长任内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在议会送给他的折叠自行车 不过在王世坚表达反弹之后 现在柯文哲排版决定不卖了 自己挑的礼物哪有差的道理 柯文哲在8年台北市长任内 王世坚在台北市议会质询时 一共送给他32件礼物 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王世坚称 从香炉 书籍到行李箱等 每一件都有其意义 当客市长准备了一套龙袍 私下在办公室或在家里 可以穿上它过过一 我今天送一台你的罪案 脚踏车 我这一台就送给你 你就骑吧 上下班骑 在办公室骑 在家里骑 放假骑 上班骑 天天骑 让你透过镜子 看看自己的灵魂 全力就像魔界 这些其实都不是值钱的东西 但是这个意境 预境是很好的意境 我送柯文哲礼物 很清楚的 我希望柯文哲 赌物 失言 王世坚希望柯文哲看到礼物 能够想到自己在背后提点的话 但这愿望差点不能实现 因为日前传出 除了退还王世坚的礼物 柯文哲打算把留在手上的折叠自行车 拿出来拍卖换钱 就在台湾民众党8月6号的党庆活动上 王世坚听闻后 直呼真心幻觉情 然而事隔不到两周 柯文哲又改变主意 称不卖了 突然间说不拍卖 嘎然而止 我觉得我有点吓一跳 很高兴看到说柯市长 总算踩了刹车 我这边讲的都不好意思卖 只要再说起来 对对 也会容易在讲 柯文哲称 保留礼物是基于人情毅力 而党庆那天将改卖柯文哲戴过的两顶安全帽 一集系了两年的皮带 还有通过的 印有KP字样的工作背心 为了选举筹钱 柯文哲可谓是花样百出 最重要的是29号 他的个人演唱会也即将登场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之子 高雄市前议员陈志忠 日前遭爆料在监狱中享受特权 并计划申请改掉外议间做爽牢 引发各界的关注 台湾中时新闻网28号报道称 据透露 陈志忠应在期限内未向预方提出申请 因此8月将公布的外议间名单中确定 没有陈志忠 报道称 陈志忠这次未申请改掉外议间的原因 是否因先前杀警案受刑人 所谓新二代一宝红 惹出外议间争议有关 外界不得而知 以规定 陈志忠仍可在10月提出改掉外议间服刑的申请 不过由于他的刑期至明年4月10号指 估算他最晚在明年2月就能申请假释出奸 其实与他刑满日期差距仅一两个月 除非他急着想在明年春节前获准假释返家 否则申请外监服刑 换取缩刑的实际力不大 陈志忠因在父亲陈水扁 母亲吴淑珍所犯龙潭购地弊案 与南港展览馆弊案中 被控与妻子黄瑞靖 共同掩饰父母犯罪所得 美元816万余元 他所谓最高法院依洗钱罪 判陈志忠一年徒刑 并科罚金150万元新台币定验 他被地检署嘱托高雄地检署执行 陈志忠已于5月11日到高雄第二监狱服刑 一规定 陈志忠刑期属于短期刑 服刑满两个月即可申请到外监服刑 所以陈志忠在本月可以提出申请 台矫正部门将在下月审查公布外监名单 不过 由于陈志忠在申请期限内均未提出申请 故陈志忠确定 今年8月不会改掉外监服刑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老年人总便秘 拉不出拉不进 憋得难受 如果您经常排泄不畅 变干变血 口腔意味大 胃胀不消化 一定要及时用上这款纯天然的芦荟 润塑胶囊 原价99元一盒 今日团品价仅需29元 包装上明确标注 润肠通便 改善胃肠道功能 拒绝虚假宣传 让您不花冤枉钱 选用库拉索新鲜芦荟 植物萃取鲜活提纯 天然润肠 更放心 本档我们只备货200组 让您早上吃中午通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团品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更要养护肠胃 芦荟润塑胶囊 甄选库拉索鲜活芦荟 绿色植物提取 不添加八豆大黄等制限成分 配方温和通便不伤身 库拉索芦荟内含有芦荟肝肝 可在体内水解为芦荟大黄素 不仅润肠通便 还能增强胃肠道功能 由内而外改善肠道健康 轻度便秘来一组 重度便秘来三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原价99元一盒的 芦荟润塑胶囊 今日团品价仅需29元 纯天然的芦荟润塑胶囊 原价99元一盒 今日团品价仅需29元 本档我们只备货2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剧下降 授庆之后恢复原价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 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五报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来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民众的强烈反对 一意孤行 要在八月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随着八月临近 日本民众愈发交集 不断通过集会等形式表达抗议 当地时间28号晚 日本民众在经济产业省大楼前集会抗议 要求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 放弃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集会民众认为 日本政府及东电 以没有更多的存储空间为借口 企图使河污染水排海 这个选项变得合理 对此他们表示无法认同 还有民众认为 日本政府的排海计划漏洞百出 无法令人信服 日本政府官员28号承认 诸日美军2019年告知亨田基地 2010年至2012年 发生过含有全服和多服丸机物质的灭火剂泄露 但日本防卫省今年才公布相关情况 这意味着日本民众十多年来 一直在不知情状态下 引用可能受污染的水 日本防卫大臣邦田静一 28号在记者会上说 防卫省从美军方面 接到有关灭火剂泄露的报告后 过了四年 才向东京都等地方政府传达报告内容 他对此道歉 称应迅速把所获信息提供给相关地方政府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振华 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老年人总便秘 拉不出拉不进 憋得难受 如果您经常排泄不畅 变干变血 口腔意味大 胃胀不消化 一定要及时用上这款 纯天然的芦荟 润塑胶囊 原价99元一盒 今日团品价 仅需29元 包装上明确标注 润肠通便 改善胃肠道功能 拒绝虚假宣传 让您不花冤枉钱 选用库拉索新鲜芦荟 植物萃取鲜活提醇 天然润肠 更放心 本档我们只备货200组 让您早上吃中午通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团品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 老年人便秘 不光要通便 更要养护肠胃 芦荟润塑胶囊 甄选库拉索鲜活芦荟 绿色植物提取 不添加八豆大黄等制泄成分 配方温和 通便不伤身 库拉索芦荟 内含有芦荟肝 可在体内水解为 芦荟大黄素 不仅润肠通便 还能增强胃肠道功能 由内而外 改善肠道健康 轻度便秘来一组 重度便秘来三组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原价99元一盒的 芦荟润塑胶囊 今日团品价 仅需29元 纯天然的芦荟润塑胶囊 原价99元一盒 今日团品价 仅需29元 本档我们只备货2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剧下降 受庆之后 恢复原价 赶快拨打 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 一起团 到这儿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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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兵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7月25号杭州大运河畔 加多宝以一场穿越千年的 古今文化碰撞的舞台剧 完成了2023加多宝城市观的 惊艳亮相上市 该发布会以 喝彩中国加多宝at u为主题 旨在以创意城市观的发布 助力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运会 2023加多宝城市观经验亮相 系列城市观由加多宝 与中国美术学院资深教授 我国著名的城市色彩规划 与色彩设计师宋建明 及其团队联合共创 选择全国东西南北中 12个个具特色的典型城市 以城市的色彩元素 人文特色等特征 作为灵感的来源 采用每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 结合城市的试花 试树等元素作为参考 设计出12款城市观 充分展示大美中国 多样化的城市风貌 加多宝集团副总裁 陈文具表示 20多年来 加多宝从岭南一鱼 走向全国 全世界 持续与诸多城市共成长 加多宝打造系列城市观的初心 是对城市表达一份感恩和敬意 让产品本身成为创意载体和文化连接器 传递城市之美 贺彩 美丽中国 在发布会上 贺彩中国加多宝ITU小程序同步上线 消费者扫描城市观贯身 通过点亮城市 参与三大互动小游戏 为自己的城市赢取点亮值 更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周边产品 及杭州观赛游 全面开启奔赴杭州 贺彩中国的互动篇章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里结束了 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